好之前新闻中在您关心曾雅妮呢居然睡过头错过了比赛 那么确定是退出这个奇亚精英赛的比赛 这起新闻呢今天时报周刊有个最新报道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今天的封面故事 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专业的球员都认为不可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他的经纪人或者他的助理在做些什么 而杨森球场董事长呢就特别对这件事说出了重话了 他说啊雅妮未来应该拒绝朋友上夜店的邀约 并且更换目前的后援团队 当然到底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只有曾雅妮自己知道 不过很多专家都说现在呢对于曾雅妮本人 如果要重新赢回后座的话 最有利的情况就是彻底忘了这件事吧 然后好好的来整座 这是今天时报周刊的最新报道